陳恇富官 exactement 陳恇富長 大家請,請安靜一下 請部長 好請陳部長 歡迎很早 部長早 這幾天我接到非常多消費者的投訴 投訴的內容讓我非常的難過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喝蘋果吸打 結果沒有想到 最近所發生臭酸的蘋果吸打 這樣的食安事件 先請教一下部長 這件事情你們有沒有交給地方政府處理 在新北市他們有接過民眾的抱怨 所以他們有處理這相關的事情 所以完全交給新北市處理嗎 是他們發現 但現在目前他們在 要質詢的重點 就是這件事情 我要抱推部長請內部部主動積極教育調查 因為我沒有辦法相信 新北市政府的衛生局 面對這麼嚴重的事情 可以包閉到這個程度 我今天為什麼說 我沒有辦法相信 我沒有辦法忍受 他們可以包閉到這個程度 他告訴消費者的是什麼 他告訴消費者的是說 因為燈運的過程當中 封蓋可能熱脹冷縮 然後導致空氣跑進去 所以才會品質不佳 他根本是在說謊 我為什麼說他根本是在說謊 結果 結果 大家沒有辦法忍受 不斷的抱怨 結果昨天告稅消費者的是說 喔 是那個生產線的機器的故障所致 那證明什麼 他們當時將告稅消費者的 有半天謊 文貴四分 結果呢 千萬就發現 在昨天 財命全面下架 郭總 這樣子的速度你們接受嗎 他在我接到的報告裡面 他們是大概是 上個月他們才知道這樣的訊息 那是大西洋公司 他們是在7月開始接到這樣的訊息 來7月齁 7月就122件民眾客訴了 9月他們自己做的檢驗報告 就知道有問題了 昨天財命全面下架 是把消費者當什麼 這已經不是有沒有企業良心的問題 這是嚴重違法的問題 這樣子的速度 部長你可以接受嗎 覺得這樣子的飲料公司 台灣社會 消費者還要繼續忍受嗎 對我跟委員報告 對這次這個大西洋飲品公司 他這幾乎是有一點像是 明知故犯的情況 沒錯 部長你講得非常的好 他就是明知故犯 根本沒有把消費者的健康放在眼裡 我為什麼這樣講 來 新北市政府 衛生局處理嘛 結果人家去投訴喔 來看一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是怎麼回復人家的 我們在9月超驗案內產品 檢驗結果上符合規定 我的老天啊 結果昨天新北市政府大動作說 我們要求他全面下架 是在欺騙社會喔 人家早就檢舉了 結果我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含富的內容是說 他符合規定耶 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 結果等到昨天新聞出來 事情鬧大了 才說要全面下架 憤怒的消費者非常的多 從7月開始投訴 到昨天才看到說 今天中午以前要全面下架 這樣子的新聞 部長 這些事情可不可以承諾我 中央主管機關負起責任 徹查到底 到底誰在包庇 可以嗎 沒有問題 下一個問題 現在喔 說啊 他只是 沒有通報 所以我們依照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七條的規定 以及第47條的規定 數三萬以上三百萬以下罰還 三萬箱的汽水 有問題的汽水 流到市場裡面 知道有問題 還繼續賣 罰三萬到三百萬 所有跟我投訴的消費者 都在說 我們國家的法律 為何如此縱容 這些有問題的廠商 難怪他們罰不怕嘛 難怪他們沒有把消費者放在眼裡嘛 但是部長請您看 四十七條說 情節重大 可以命他歇業停業一定的期間 剛剛部長也說了喔 他是明知故犯 這個情節重不重大 部長您認為情節重不重大 欸 跟委員報告齁 我確實要去了解 就是說 如果他是可為而不為的齁 我們必然是重罰了 我剛剛齁 你剛剛提出一些相關證據 剛剛我把時間的序列都跟部長講 好第二個問題 我還要拜託衛福部 去處理 只有違反第七條嗎 食安法第15條第一項 當他知道 那個是有問題的飲料的時候 他繼續販賣 他繼續出貨 這不是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一項嗎 怎麼去扯到只有47條 是有15條第一項的適用的可能 好 但是要查明就是說 他到底是 知道這是判的東西嗎 當然 所以我剛剛跟部長講說 7月他們 你剛剛提出相關的時序 適量的可能性很高 最晚最晚最晚 他們9月初就知道 查驗出來也有問題了 但是現在大家在媒體上面看到的 氣氛不平啊 奇怪了 那我們的主管機關是在幫他包庇嗎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讓他賣了這幾個月 中間的過程都在幫他包庇 然後昨天好像大動作很有魄力 叫他全面下架 這根本是在開玩笑嘛 下一個問題 請問人家打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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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環案很多可能時間上 不好意思主席再30秒就好可以嗎 打去客服 結果呢 他派人來換飲料 喝下去的肚子 怎麼辦 人家去看醫生 一家大小拉肚子 拿藥給他看 結果理都不理 喔 就走人了 這種廠商 我們的衛福部啊 如果不拿出魄力來 去執行立法者 在法條裡面喔 給你們的權限 到時候罰個幾萬塊 罰個幾十萬 我講難聽一點啊 就算罰三百萬 跟他流通到市場上面那些 造成人家傷害 所獲得的利潤成比例嗎 所以我要拜託喔 第一個 請衛福部硬起來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新北市衛生局 之前為什麼包庇 說檢查沒有問題 請新北市衛生局 給大家一個清楚的交代 以及 我知道部長 您是行政院小保會的成員 我要拜託部長 請行政院小保會動起來 針對這一種 消費者已經受了委屈 去投訴了廠商 用這麼傲慢的方式 去對待人家 請行政院小保會 針對這件事情 要採取具體的措施 部長可以承諾嗎 這我會提出來 那我會督導FDA這東西 強力去辦理 因為你剛才提出來的時序 確實是有 我們有強烈懷疑 事物條之一的適用 好 謝謝 黃委員 那接下來